大家认为我们 João来说 儒y 第一个散步 在语言上通过,这些中间都可以信用 所以我们从学习他们的读习公司 我们都教一下自己当初 这些法师是我们的接触 他们的读习教育 寻一路无上甚深 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也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法无上的菩提心 昨天的有些藏文的传承 有些人说是没有得到 因为他们的班纪里面讲比丘节 所以有些人当场没有通知到 那这样的话 堪布或者堪布有责任 让他们来补啊 我这边没办法 让他们来补就可以 好吧 常常还在一切里面中的论则 罢站在两者中和他们要看俄网站 都得换一切 微信真实 不是不在的话 让他怎么办 当他们的医生还要看俄网站 因此,在哪儿有所在一部分的语言, 它在这部分的语言, 因此,他所在语言之选的。 就有所听的, 即使,从文化起来, 在语言之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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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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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 还有两个传承 一个 最近我们要念个什么 达威德 就是亚门达嘎德 还有聚光父母 我看我这个衣柜 我在这里好像有 查一下 找着他吗 要开机 我看这个衣柜 我看这个衣柜 请在这里 请大家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但要注意,因此,可以提及 implementing EAPS, 因为在SUR、MN 가는和SUR级的中心里的病毒 进入雇气后的病毒 进入雇气后的发生, 您是否会认为有份颇气 达意为我们的病毒, 在SUR 文传事中在SUR级气向下, 我们在SUR级气,中心里的发生, 我们有一个检查的程序 Passage 并且在NASUR市场里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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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 好像他们已经通知了吧 最近遣除也没有什么大的违缘 但是我们明年都基本上以前法王在世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修行嘛 一个是大卫的 就是说大家要念一万遍 就是说大家要念一万遍 还有长说主啊 还有长说主啊 这些最好思维呢 以前我们应该是大卫的和聚光父母还是修得很好的 这几年可能十年都不多 我们建议呢 还是大家应该很认真的念 还有明天后天这两天没有课 然后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有 就是这个也是讲我们这个经吧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昨天 这部经应该说在藏地也不算特别出名 但是内容非常殊胜 不过很多高僧大德也没有听说是传 只不过以前法王如意宝传说过这部经 然后在汉地也是一样的 好多可能 不管是古代的大德也好 近代的大德好像传《反光众持经》的几乎没有 那么这次我想就像昨天讲的一样 法王如意宝亲自给我们宣讲的这些经典 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的密意 主要的密意呢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也好 获得清净的这种解脱的话 那一定要远离舍法罪 远离无间罪 那这样的话这里面非常明确地讲了 什么是舍法罪 这个舍法罪我们学到以后可能也值得需要忏悔 因为以前在无意当中可能会帮法帮佛帮生 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那么这样的话 这次我们学这部经的主要目的 一方面当时佛陀给四众弟子们讲经的整个意趣 讲经的方便 有哪些需要了解的 这是一个方面 最主要的方面 我们可能在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也好 生活当中也好 会不知不觉地造下了密天大罪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即生不忏悔的话 无常大军何时降临 谁也无法揣财 那这样的话 我们非常有必要自己 至少不要造四伐罪 这一点也很重要的 所以当时我们学到法王如意宝的这两部经 也就是说我们下一部要给大家讲的 《法起殊胜之乐经》 也叫做《弥勒勤闻经》 那么这两部经学了以后 后来特别注意害怕绑发罪 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学习四百论以后也特别注意 就是给别人去恶好 或者无意享用心财 在这方面比较注意的 所以每一个经典都有不同的它的意趣 我们学习这部经 也算是部分的因缘吧 以后有这种因缘的话 我们法师们也可以给别人传讲 到时候也可以有缘者 不断地学习这部经典 我们也希望今年 我们学习这部经典之后 虽然现在算是这几年以来 范围是最小的 应该是人是最小的一次 但逐渐逐渐的话 这种因缘可以遍地开花 慢慢慢慢也可以开花 我想有时候我们出现一些变化 也是很好的 最近我虽然不能在 包括智悲佛王已经关闭了 关闭以后也比较寂静 没有也是很好的 然后我自己可能以前写的书也好 翻译的也好 做一些交对 就是有用也好 没有用也好 凡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也算是生命的部分吧 比如说现在自己所讲的课也好 或者说是所翻译出来的这些书 应该可以说是生命的部分 因为每个人生命的付出和牺牲 都不同的 有些是可能他的大量的精力 用在他的项目 工程 或者说有自己的开发软件等等 每个人有这方面的贡献 或者说是自己给人类留下来的 各种产物吧 有这些的 但我个人而言 应该除了学院的这种观念和一些建筑以外 大多数都是应该用在 翻译和讲经说法上面 那么这些依靠我们的这些道友们 也是努力吧 他们很多都是理成文字 那理成文字的话 也许是可能有用的 也许是没有用的 即便是没有用的话 确实也是今生财富的一个对积吧 至少也是我个人的 一种分别念的对积 可以这么讲 所以原来那个 好像幸运大师的书 后来编辑的时候 好像三百六十多 我这边 他们说是能不能开许 以后把这个 包括讲记也好 译作也好 全部都放在一起 我就想了想 刚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凡是一作方面 可能很多都是诸佛菩萨的 讲作方面 部分是我的分别念 可能没有意思 但后来想了想去 也算是几十年当中的一种功夫 也算是一种缘起吧 不管怎么样 以后留下来也是可以的 这样以后可能再过 如果没有出现什么 以后也会可能逐渐逐渐 有部分的一些法本吧 现在我们网上基本上 不怎么给大家公开的说法也好 然后下面的数 除了少数的以外 也没有怎么赢 也是随缘吧 以前一段时间比较多 那么以后先逐渐逐渐减少 以后如果有必要的话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也许是没有的 是这么一个缘起 所以我在想 我不管是讲经说法的方式也好 所谓有印号的后法也好 这些应该是有不断的切换 这个平台可能如果这个台上面 有一点扎音的时候 换到这个上面 如果这个上面好像有一点子子身 那就跳到这个上面 这样的话 可能人身也是这样的 人身并不是我们刚开始想的 一个很不成熟的 固定的 一个非常美好的 圆满的 成功的这么一个人身 永不改变的 人身也不是这样的 可能你上半年是喜欢这样做的 下半年可能又做另一件事情 我上半生做可能软件开发的 下半年我可能贸易投资等等 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环境 和不同的这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想 我们这次也想给大家讲一讲《方光众持经》 这个《方光众持经》 昨天也前面介绍了一部分内容 其中有一个 昨天说是大哈千恒乃药 这个我也再查了一下 《西经》法后翻译的那个 其实比我们现在的这个 还要难懂 那个里面也说是贫神 但贫神的话 分寻的意思 这样的话可能大哈千也有 以前大哀岛比丘里的一些因缘 讲述的时候 当时佛陀实现涅槃 实现疲惫 大哈千 可能少数地方也有这样的嘛 我们有些法师讲经的时候 也说是佛陀已经老了 那个时候身边也没有人 好可怜哦 有些人也会 法师也这样讲的 但真正有些经典的观点 佛陀真正的肉身上出现 什么周围 百发 还有亚持陀罗 这些都应该是没有的 这些衰老的相应该是没有的 只不过为了众生 为众生通达无常的观念 实现涅槃 这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想 如果有蓝药 或者大哈千也有的话 也不是特别的不合理的 但是在不同的译本当中 应该有不同的标识方法吧 《华严经》当中 也是说《狮子平生三遍》 《狮子平生》有些人解释时 也是叫狮子分寻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在这里昨天我们前面讲 如果读诵和受持这部经典 那么这个人是不会堕入恶道的 汉文当中是这样讲的 藏文当中都不堕入恶道 这几个字都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也是意思说 如果自己读诵 为人宣说 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藏文当中还有说 未来佛陀告诉弥勒菩萨 未来这部经用你来摄持 借记 然后弥勒菩萨也是答应 这个中间有这么一段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 二世世顿又告诉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大菩萨的意思 就是弥勒菩萨 说是阿异道 我从成佛的夜晚 一直到入无意涅槃的夜晚 也就是说佛陀刚开始 在印度金刚座成道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也是出现清明心 晚上 最后在双锁路属下 实现涅槃的时候也是晚上 那么这个之间 整个期间 佛陀的身体 语言 还有意 就是所作 所说 所念 所思维 有没有往事 或者是起恶劣的 也就是说身体 所作的一切的一切 然后语言 所说的一切 心所念的 所思维的一切 有没有往事 有没有造恶劣的现象 当时佛陀是为了 凸显他的无与伦比的功德 然后在大众当中 弥勒菩萨问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主要知道 佛陀是肯定了知这个道理的 但是让弥勒菩萨 用他的智慧来赞叹佛陀的 与众不同的功德 那么这个时候 弥勒菩萨说 不亦是尊 当时弥勒菩萨 他就非常赞定切得的 也就是说 非常肯定的 说是世尊绝对不会有生于义的 任何的过失 恶业绝对不会有的 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是 就像《诗量论》当中讲的一样 佛陀没有贪嗔痴的习气和因 如果没有的话 他带来造的恶业和过患 也不可能有的 就像《诚生论》当中也是说 佛一切生于义结为利人 所以不会有不善的 因为没有不善的缘故 不需要去护持 因为以清净不用护持的缘故 就是我等应该顶礼 应该顶礼 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为什么顶礼佛陀呢 其实顶礼佛陀的主要原因 跟我们的凡夫数字完全都是不同的 我们是生口因有恶业 有恶业的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利己主义者 自我中心者 以这个原因 最后造了很多的恶业 需要用正知正念来守护自己 而佛陀不相同的 因为他整个注释的基建 他都是以全心全意地 为人类和为众生做利益的 从来都是不做任何的恶业 因为他不做恶业的缘故 我们也不用护持 我们为什么要护持 守护自己的根源呢 其实就是上师正念 失坏誓言 然后去造恶业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当时弥勒菩萨说 佛陀根本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罪业 这是在大众当中 首先通过跟弥勒菩萨的对话来展现 所以佛陀在世间当中 与任何众生有不同的高盛的 超越世间的功德 要说明这个 然后接下来佛就告诉 说弥勒菩萨 你所说的 我从成道 也就是说从印度金刚座成道 一直到最后涅槃 在整个期间所说的这些 细节都是真实的 无有任何的虚妄 那么佛陀他自己说 你说的确实也是对的 我从成道到最后涅槃 有些说四十九年 有些说五十年 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从来都是没有说过任何的旗语 不真实的语言没有说过 有些人可能想 佛陀为什么自己说 自己没有说过这个网语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会这么想 但实际上为了表现 或者为了大众的信任 有些场合当中 都有必要说的 比如说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是经常说 你们念一百万佛号 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我绝对不会欺骗你们的 这一点我没有必要欺骗你们的 也会这样说的 我们世间当中 比如说一个老师 他自己有特别的满怀信心的时候 他会非常肯定的 很坚决的告诉别人 我是不会在这方面 我不会说任何的网语 如果他自己有一点没有信心 或者自己有一些怀疑 他在大众当中 不可能这样表态 这是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应该清楚的 所以佛陀确实是 在我们世间当中 他是一个施愈者 如愈者 也就是说不狂愈者 是金刚愈者 敌施愈者 他所说的这些是千真万确的 就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有一部经典叫做《逆构十女经》 《逆构十女经》当中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灵火可以灭的 灵水它可以戒苦的 然后大海也有可以哭喝 也可以哭戒的这样的时候 但佛所制成未曾有差异 佛陀所宣说的这些法 从来都不会有任何错误的现象 我们世间上的火 可能全部都会灭掉 有这个可能 那么世间上所有的江河和水 也可能会全部都干河 甚至于大海的水 可能有苦干的 这样的时候 但佛陀的确也是 他所讲的都是 刚才讲的一样 真语者 施愈者 所以这是佛陀 他所讲的特别的真实 这是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约等三摩经》当中 好像我以前用过吧 也是《约等三摩经》当中 怎么说的呢 假使虚空心数落的 低海沉溢也可以毁灭的时候 但虚空无为变形也好 然后世间的任何变化 如来无不施欲 如来始终绝不可能说不施欲的 这是《约等三摩经》当中也是讲 我们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 也是经常引用这个金刚语 确实这是一种假设的比喻吧 虚空当中的这些繁星 会不会坠落到地上呢 一般来讲也是不可能的 然后大地上的那些海水 城里全部都是毁灭 这是暂时来讲也不可能的 那无为法的虚空变成了有为法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些也是 即便是这样 如来也不可能说不施欲 也就是说 如来说的法 我们一定要完全地信心 这个信心确实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你首先你用自己的分别念来定位 如来说都是不对的 法师说都是不对的 上师说都是不对的 现在有些很多人还没有 实地去考察的时候 自己用一句话来开始断定 这是一种非常愚痴的行为 你自己没有详细的调查的话 你没有这样的断定权和发言权的 所以你要应该通过像学习陈良品 这种方式来真正知道 在这个世间当中 如来确实是说的这些法 是究竟和暂时来讲 特别对众生有利的 而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学过逻辑的 没有学过理论的话 依靠自己的信心来接受 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深深的智慧 你可以观察 因为如来所说的这些法全部都是 现在《大藏经》有那么多的经典 这些一步一步的经典 用你自己的智慧来进行剖析 进行剖析的时候 你到最后自己应该会明白 如来2564 现在从佛理来讲的话 在这么多年的过程造的时候出现于这个世界 然后他所讲到的这些法 全部离成文字 那我们用我们的分别念 我们的智慧来去分析的时候 就是如今也是那么有活力的 那么有玄浑性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得不生起这种定解或者信心的 因此所有的信心当中 首先是对如来的这种可以说是脑不可破的 就是非常坚定不移的这种信心 也是很重要的 这叫做我们所谓的不退转心 否则的话 我们有些人是今天这个说 然后跟着这个去 明天那个说 又跟着那个去 这就是说明自己没有逐渐 叫水波逐流 这种人可能随法信心之 但是他不长久的 他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因缘的时候 自己的信心随时都会有变化 一旦信心变化的话 你的行为也变化 你的行为变化的话 那你所带来的所做的一切事 也会有变化的 所以这样的这种变化多端的话 从我们世间当中来讲 也是并不是很庄严 就是大家应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要学得深一点 学得扎实一点 这一点很重要的 反反复复地观察自己的相续 我对佛的信心是什么样 我对三宝的信心是什么样的 那这种信心是表面上的一个信心 发自内心的信心 发自内心的信心 也是到底坚定还是不坚定 可以观察 最后自己开始自己当裁判 自己对自己打分 觉得 哇还可以 我学了这么多年 至少也是我对佛的信心 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这个时候算是 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其实不仅是佛教徒 其他的一些宗教徒 他们也会这么说 但是这个方式有点不同 因为我们允许你观察佛的语言 佛陀也说 不管是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你们就像是垂念十六次的镜子一样 要观察我的语言才可以接受 不要因为对我恭敬而接受 所以这个跟很多宗教 和其他的一些学术是不同的 其他一些宗教 你一定要信仰我 我们要信仰我们的主尊 然后我们去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我不能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堕落的 这是不允许的 这是不可思议的 没办法的 从很多方面 有他的一些精致 有这样的 但我们没有这样 我们是欢迎你来破斥 欢迎你来观察 欢迎你来推翻我的观点 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思想 应该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中 确实不是那么多的了 因此在这里说 佛陀是无与伦比的 这样的真实语则 那佛陀告诉弥勒菩萨 如果语本的人不接如来的方便所说 他这里方便所说的话 包括我们讲意趣 密意 了意 不了意 这个藏文当中有意趣和密意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有些人 因为如来的这个说法 它是应激世教 并不是一概而论 或者说一句话一道切 不是这样的 它是根据不同的众生 宣说不同的法门 宣说不同的法门 如来的这种法论当中 有初传的 中传的 末传的 各种不同的教言 那这样的话 有些愚笨的人 他也不懂了业 不了业 他也不懂生意地和世俗地 那么他觉得 他怎么说的呢 是法如是 是法不如是 他根本不知道如来的这个法 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机 有很多很多的意趣 他这一点也是不明白 因为这不明白的原因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不知道如来有这些密意 然后他说 这个法是对的 这个法是不对的 应该这个是这样的 那个是那样的 他就非常简单的语言 开始断定的 或者如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有些经典当中 说是 我是存在的 有些经典当中 说是 如来藏是空性的 有些说是 如来藏是常有的等等 会不会有自我矛盾 自相矛盾等等 他如果这样断定的话 因为他不懂如来的这种意趣吧 所以如来引导众生的方法 就像我们父母引导孩子一样的 我们父母引导孩子的时候 刚开始给他买一个玩具 随着他的年龄的不同 这个实际上是最好的玩具 你用这个来玩 他长大之后 对这个没有兴趣的时候 最好的衣服是这个 跟他这样来 然后再长大以后 你最好的什么什么 随着他的年龄 随着他的成长 跟他讲不同的 但是父母讲这样 是不是有矛盾呢 其实没有矛盾的 父母最了知他的爱好 如果知道他的爱好 每一次给他讲的那些法也好 讲的这些教言的话 对这个孩子而言都是有用的 同样的道理 佛陀对我们初学者所讲到的这个法门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到了最后的时候 对每个众生所讲的法 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 如果有愚笨的人 他不知道如来的谜 然后就说 持法是这样对的 内法是这样不是的 他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分别念 现在很多人是什么样呢 不能这么做啊 就这样做的话 有过失的 地藏经晚上不能念 不然鬼神全部来了 地藏什么能言经不能念 能言经念的话 里面讲了很多的末业 自己会造业 要是经不能念 要是经念的话 有时候是对你生病等等 凡是凭自己的想象 然后给别人讲 其实这是一种帮法帮佛的 因为你没有任何佛经的依据 没有佛经的依据 你心口开合 然后就胡言乱语的话 那最后这个罪过的话 自己看书 自己成熟 没办法的 只有自己成熟 所以我们现在佛的密意 上师们的密意 很多都不懂的话 你最好呢 萨迦班哲大书是少所为最佳 欲言少的话可能最好的 否则你可能说得多 表面上看来你好像是在说法 或者说是给别人引导 但是你欲者有时候引导的话 不知道自己在不断地造业 这方面我们学习很重要 确实在这里已经讲了 有愚入愚本的人 他不懂如来的密意 然后释法如是 释法不如是 那这样的话 一个是诽谤真法 还有诽谤佛陀 还有诽谤僧众菩萨 所以佛陀说 我说这些众生去向地狱 特别可怕 所以说 我们在说法的过程当中也好 给别人讲法也好 很多法一定要有这种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 确实也是不说法好一点 所以我们法师们讲经说法的时候 也一定要经常生起正知正念来说 否则的话 自己认为自己讲得特别对 有些分别念很重 自己充满信心的 但实际上他所讲的很多法 也许可能违背因果 这样的话非常不合理 所以大家应该要注意 你看这个方面 如果有些人不知道佛的密意 说这个法是对的 那个法是不对的 那这样的话是帮三宝的 帮三宝的人是堕入地狱的 那是很可怕的了 然后佛继续告诉弥勒菩萨 说是阿依多 与我灭河 无作恶事的时候 若有比丘 比丘尼河 有菩萨 有菩萨 还有这些 就不来自非菩萨 让自己成为假装菩萨 我是什么活佛 我是什么什么堪博 我是什么什么格西 我是什么什么佛学院的 我是什么什么寺院里面的多少多少事 自己给自己写个传记 亲人花钱写传记 写传记以后 先从网上就开始宣传 然后就开始自称菩萨 我是什么什么空性母 我是什么什么大菩萨的转世 我的前世是什么什么 最早的前世是什么 我现在能想起来前世是什么 甚至跟某些人有什么样殊胜的因缘等等 这样说的话 那这是很可怕的 说是佛陀跟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 还是有收集的 他说未来的时候 我灭度以后的无作恶事 无作的话 菩萨善戒经当中好像比较好动的 有一种无作的解释 他这个民主的话 人不到一百岁 我们现在有了一百岁老人的时候 大家都很惊讶 好多新闻记者都去拍照 啊 这里有一百岁的人 大家都把他看作一个怪物一样来看待 所以一般就是民主 命很短的 我们到了一半 你自己五六十岁 那个时候你自己要考虑 可能如果生病的话很快 如果不生病也是不一定很长 就有无常感嘛 民主是这样的 生命不是很长的 然后众生着的话 众生的这种性格 简单说的话 不好好修善 修善法这种恶习 特别严重 每个众生都是造恶业方面很擅长的 造善业特别微弱 这叫做众生着 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众生着就特别爱造恶业 造恶业方面他特别精通 就是专家 这样的 然后那个烦恶座的话 众生的烦恶就是特别强盛 不管是贪心 嗔心 甚至这种贪嗔痴就超越的 比如说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现在你看 新闻上一看的话 有些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烦恶 就特别可怕 这叫做烦恶座 烦恶不是一般的烦恶 就是特别可怕的那种烦恶 很多众生都是有这样的 这叫做烦恶座嘛 然后见着的话 不是真的东西把它当作是真的 把它真的东西当作是非的 比如说本来有因果 有善恶 有轮回 但是他就根本不相信 那种见解很拙劣 而且见解特别低劣 就是什么娱乐 这些各种不需要的东西 他就见解很深厚 就跟人低谷 然后好的方面 比如说空心见和无常观 这些方面很表面 这种叫建筑 然后这样因缘具足的时候 最后整个世界也会出现 战争 饥荒 还有各种瘟疫灾难 这些叫做解拙 最后一个拙 因为那个世间很恶嘛 这叫解拙 在这样的拙势 佛陀说是未来的时候会出现的 我们可以说是现在吧 现在有时候真的去说法也好好多的话 我们这里还算是可以的 确实是在这样的魔法当中 就是有出家形象的 穿袈裟的人也非常多 然后居士 这些大多数人 可能是希求解脱者 也算是比较而言 还算是可以的 但整个世界来看 不管从七世界 有情世界 从人们的观念 教育各方面来讲 并不是很乐观的 一会儿可能要出现疾病 出现饥荒 出现战争 即便是外面的世界没有出现的话 我们可能个人 比如说家里出现战争 发生冷战或者热战 然后道友之间也是 无缘无故就开始生气 其实有些时候 我看我们这些发心人员 人还是很好的 但是一烦恼出来的时候 人都完全变完了 就没办法的 自己也很失望的 别人也看起来都是 本身是人很善良的 但是人与人之间冲突也好 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事情发生以后 就把自己所有的前途 一瞬间就可以毁灭掉 这一点 他一点都不顾虑的 所以我们现在 众生有时候 真的很可怜的 本来比如说 来到拉荣清净的岔土 这刚开始目的是 可能在这里好好地修行 但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好多人都因为犯戒 因为被开除 因为跟道友之间发生极大的矛盾 因为跟法师经常不和 背后暗地内诽谤等等 有很多不乐意的这些事情频频发生 这也是一方面 也不怪大家吧 因为现在众生的烦恼太重了 间接太浊了 整个世界已经特别 比如说 一个特别恶劣的地方 它生长的庄稼 不会那么成熟 所以整个世界也好 整个环境 比较恶的时候 在这里出现的这些众生 不会有特别的高见 正见 或者烦恼减少 像以前一些修行人 稍微修一下就马上到阿罗汉国位 马上到菩萨国位 现在我们拼命地念 最后有些大瞌睡着了 有些是深邪见 有些是心里很失望 虽然数量上已经完成了 但是质量上一点都没有信心 像我前一段时间 本来想好好地闭关念七天的咒语 好长时间 每年都完成不了这个事情 今年应该很好地去完成 然后下了很大的决心 把牛粉 木材全部都准备好了 然后上午准备好了 然后我想为了避免打扰 就发个微博 结果到了中午的时候 必须要去圣里面参加一个开会 如果不开会 如何如何如何 后来就想 也没办法吧 一瞬间就有改变 所以很多事情也不能如愿一场 可能心里想做一点 哪怕是七天的一个闭关也是像 像我个人 但是业力随风飘荡 所以无有自在 人人在见乎 身不由己 所以还是很可怜的 着实的众生 所以在这里 着实的这些众生 他们自己本来不是菩萨 说是菩萨 那么说是菩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是这样 这些人可能在前世 赞文当中有个前世 前世可能做过外道人 然后后来曾经也同时供养过很多的佛陀 发愿力 因为这个原因 这样的因缘吧 也有做外道的因缘 也有做供养佛的这样的因缘的话 在今生当中 在佛的积累当中 得到出家 刚才前面有些是比丘和比丘尼 还有些是优婆舍和优婆义 那么这些人当中 可能有些是自存菩萨的 也有这样的 还有些以前是当过外道和供养佛的 即生当中出家 出家完了以后 不好好当一个很好的出家人 他随处到处都去 各个地方 今天在藏地 明天在汉地 我那天看到有几个出家人 应该一看就看出来了 这个是肯定因有生 说话 各方面的 其实人有时候一看就基本上看出了 这个人的修行 行为 我现在观察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需要很长时间 人家说日久见人心 路要知马里 我只是刹那见人心 这些出家人是什么样呢 别人看我也应该是这样的 这些很多时候求自己的亲朋好友 然后也是求为了自己 得到名声 名闻 利养 然后他的行为 没有一定的控制 或者说是正知正念 就全部误会不堪 行为特别糟糕 还有舍弃对三宝的真心 其实这个标顿佛话都可能 四个字四个字还好一点 然后成就什么呢 就是成就恶心 就是圣口意得者 经常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什么抽烟要好喝酒要好 尤其是出家人 我们学院当中 如果出家人抽烟喝酒的话 法王原来的座面写的 有个纪律当中 那学院里面是不能住的 必须要离开的 我前一段时间看取了 一些其他的寺院 其他寺院里面的制度里面 如果到街上去喝酒抽烟的话 什么发款两百块钱还是多少 是这样的 第二次喝酒的话 三百块钱还是多少 第三次不能待在寺院 也有这样的制度 我们这里 凡是如果 以前也有藏族的出家人 以前他们在学校里面 习惯抽烟 后来说我们这边不能抽烟的话 那我带不下去了 虽然出家了 就离开了 自己说带不下去 凡是也有这种情况的 所以我们学院里面 对抽烟也好 喝酒也好 破戒也好 这些都是不能跟僧众共诸 然后不自禁止 不受持自己的清净戒律 不调伏自己的根门 还有贪图各种利养自聚 他前面的利养是 收入 财富这些 后面有一些 包括一些字句 这些特别贪著 还有对一切法门 出生坚固上面细节远离 十无所知 对一切法 一点这种境界都没有 对空性也好 对万法的话 对一切法门没有任何了知 然后对坚固的三摩定 也无所了知 意思就是说 他对正无万法的这种神观 一定也没有 然后入入不动的三摩禅定也没有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嘛 有些主教人说 他对干坏事就特别善他 然后让他入定的话 闭关两天的话 都不闭关 然后让他看一本什么中观的书 或者隐名地说 那学不完 这种智慧特别飘 不愿意深入 所以他对一切法门的这种 远离安了法 好像他意思就是这样的 对一切法门没有智慧 对一切三摩定没有禅修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为了亲友 眷属 然后妄成自己 妄成说 我是获得了菩萨的果位 获得佛陀的果位 我有神通 我有神变 我是上师的弟子 我是法王的弟子 我是什么什么佛学院的 现在很多都是自称宣扬 说什么什么 自己了解 注意蝉躯 他那个心注意在一种蝉躯 蝉躯大家都知道 为了欺骗他人的话 自己就狭诈的一种意念 叫蝉躯嘛 然后口说 意言 口里面可能一会儿说神通 一会儿说大网语 一会儿说你们如果供养我的话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人说是大网 那个网项里面出现 要给他供养一辆车 然后供养一辆车 遣除他的违缘 然后这个信徒也比较愚笨 他就相信他 然后就供养了 供养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就开始跟他打官司 也是一段时间当中 这个是个比较精彩的故事 就一直在说这些 所以有时候说话也好 很多事情其实有个别出家人的 一些不如法的行为 还有一些愚笨的佛教徒 聚聚在一起的时候 做出了很多不如法的事 其实如果是佛教徒 他自己还是很明智的 有观察三知识的能力 他不会上当受骗 如果这个上师也好 出家人他自己如理如法 他不会欺骗众生的 所以在末法时代当中 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 一段时间是非常称狂的 在内地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 应该算是有一些改变 原来我们一段时间当中 也不顾自己各方面的不利 但是也是为了佛法 在不同的场合当中 平民地讲过这些道理 后来自己感觉上 因为我们的范围比较大 接受的人也比较多 后来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加上师 这些好像市场明显地减少了 其实这个很有必要的 因为众生很不容易遇到佛法 一旦遇到佛法 你遇到了一个邪知识的话 真的是这一生已经毁了 甚至他可能到一定的时候发现 自己被原来众生向往的 所谓的穿着袈裟的人欺骗的话 那可能他的信心是 永远也没办法恢复的 他心里的创伤 不可能治愈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出家人 自己如果业力深重 凡劫破劫的话 那没办法 佛陀时代时候也有 这个没办法的 但是自己故意以狭诈的行为 以残缺的心欺骗他人 做各种各样的 装模作样的 然后来欺骗行众的话 那这个过失确实很大 所以造恶业的话 不应该传出家的生意来造恶业 否则的话 这个罪过是更严重的 因此我们应该在行为当中 尽量地对别人不生邪见 这方面一定要护持别人的心 否则的话 你看这里也是讲 诸以禅群 口所以言 还有身心一心 身体也是行持各种各样的 一会儿可能现在我们听说 有些在大城市当中 就是行为都是很不如法的 这样一来的话 失坏了别人的这种善心 抹越佛法作撒门贼 在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不要在佛法当中作撒门贼 抹越佛法作撒门贼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 所以一定要护持别人的心 否则的话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佛陀说未来会这么有一些形象是出家乡的 但是实际上也是用各种手段来欺杂 或者说欺骗众生 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中间讲了这么一段 下面佛陀继续告诉阿异多说 我在菩提道当中与所有的众生 都是非常平等地安住大悲 佛陀对所有的众生 都是平等性的大悲 而且以善方便正念不忘的 佛陀对众生是没有偏淡的 也众生没有什么不救度的 这个人行为不好 这个人 但是佛陀的这种慈悲就像是太阳一样的 对所有的众生都会照耀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随气 关闭的话 那众生的佛陀的慈悲的眼光 没办法进入 没办法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 凡是只要对佛有信心 或者说只要有如来藏的话 逐渐逐渐依靠佛的加持 不可能不如的 《毗奈耶经》也就是说 一起有步的《毗奈耶经》当中也是说过 加持大海灶 或是欲其险 说是大海的波浪 也许可能它有不存在的时候 但是佛业说话者 祈祷不过失 佛陀度化众生的时间 永远也是不会过失的 不会过期的 那佛陀显现上 可能实现灭度 但实际上佛陀的这种慈悲和智慧 永远都是不会隐瞒的 我们《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 佛法不隐瞒 佛陀不涅槃 也有这样的嘛 所以说不会隐瞒的 那么如来安住无等等力 如来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刚才说是真念不忘 度化众生方面的话 他的真念永远也是不会失去的 不会忘的 或者是不管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大海离开波浪 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意思 然后如来安住无等等 如来是他安住什么呢 他安住无与伦比的力量当中 他无障无碍而为众生说法 他为众生说法没有障碍 没有阻碍 而我们对众生说法是有阻碍的 我今天讲一堂课 可能有一部分是欢喜永远 但有一部分可能特别生气 有这样的 但佛陀说法的话 他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 可能你们方便的时候 可以看看《大智度论》 《大智度论》里面讲了很多的 比如说 佛陀对有些众生用软语来解脱 让他斗陀 有些众生通过苦心 通过苦修来让他斗陀 有些是用杂语 有些是用神通 有些是真正的破法 还有些贪欲严重的人面前 用贪欲的法 嗔恨严重的面前 嗔恨法 还有比如说 多闻者提波达多 对他用多闻的这种法 还有不是 喜欢希求名闻的提波达多 用这种名声的法来讲 还有像舍利子 智慧第一 给他用希求智慧方面的 然后南陀 他是多闻 用多闻方面的法 所以佛陀说给众生宣讲的法 都不同众生 不同根基都会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经说法 也至少尽量大概了知大众的心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以前也是说过很多次吧 我们去一个不同的地方也好 不同的国家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最关键的 知道当地是关心的什么 他们的烦恼是什么 他们的希求是什么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事情 你一了知的话 那你讲经说法 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也学顺佛陀吧 讲到九点十五就可以了 你们看九点十五的话 你们说到时间了 别再讲了 他这里说 佛陀确实具有这样的顶礼 然后说法就没有什么障碍 我们也很喜欢变成这样 如果有众生这样说 佛为声闻宣说的这些经典 诸菩萨不能学习 也不能听书 这个对他来讲不是正法 不是正法 词不是正道 如果这样说的话 这是办法 这个还是有点要注意 因为佛陀给声闻法 我们经常讲的 对小乘所说的这些经典 对小乘所说的经典 大乘人不能学 不能听 不能学 对大乘而言 这不是正法 不是正道 我们经常可能会说的 这是声闻宣的 不要我们去学 我们是大乘佛法 我们是藏传佛教 这些他们是声闻宣的 南传佛教的什么什么 这些不是我们的法 如果这样说的话 这也是一种谤法的 然而对辟知佛的法 也不能学 不能听 这不是正法 这不是正道 这样说 或者反过来说 诸菩萨这些所修的法 声闻人就是菩萨所修行的法 他这里所修行的 上面是所讲书的法 如果声闻之人 不应该学 不应该听书 同样的道理 辟知佛的法 也是不应该声闻学 或者说辟知佛 也不应该学 辟知佛法也富如是 或者辟知佛知人 辟知佛法的话 前面有一个辟知佛法 其实这个可能是不是辟知佛人 辟知佛知人也一样的 对菩萨的法不应该听 不应该学 不应该接受 这不是正道 这个是一个方面 还有诸菩萨所学的这些 所说的法 前面是所学修的 这里是所说的法 声闻和辟知佛不应该听说 不应该学 如果这样 彼此言行更相违背 这样学大乘的人 归根基地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大乘学习的人 不要看学习 不要听 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要去斯里兰卡学一段 有些法是 你不要去信啊 这是南传佛教 不要去信 那是不能去的 我们是大乘佛法 是藏传佛教 这样的话 这个也是邦法 如果你是一个南传佛教 或者你是一个相闻乘的话 某个地方有什么 求密法的 求大乘的 哇 你不要去 不要去 那个地方是密法 那个地方是显宗 那就去的话 没有意义的话 这也是邦法的 所以这个是不与修多罗相应 对我们的佛法不相应的 与如实所和正解脱法不能信受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佛陀的真实语和解脱法不能相应的 不能信受的 一笔法则不得生天 何况获得解脱 那这样的话 因为他就帮了这个法 帮了这个法 连三驱都不能转生的 更何况说是获得解脱 就不行的 得不到的 得不到解脱的话 还要下去吗 也可以再下去 然后佛陀告诉米拉 说是我说的法 随着信心而调伏这些众生 恒河沙数的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你没有必要给他们讲 有了信心以后 你可以调伏恒河沙数的这些众生 什么天龙夜叉 天龙八部 这些都是 有信心者 你可以说 没有信心者不能说的 就是佛陀在其他经典当中 应该是《大波涅槃经》里面 就是对五种众生 不能说五种法 比如说他不喜欢戒律的人 不能讲戒律的功德 不喜欢多闻的人 不能讲多闻的功德 不喜欢三宝的话 也不能讲三宝的功德 就这样的 还有《菩萨三戒经》当中也是说 信不信者不应为说法 不严厉生死者不应为说法 还有求过失者不应为说法 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信心的人 你最好不要给他说法 他一点信心都没有 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呢 对生死轮回一点严厉心都没有的话 那你对他讲一些出离心 有什么用呢 没有必要的 然后整天都是找你过失的人 有些人是整天找吹毛秋色 找过失 那给他说法有什么用呢 不应该说法 所以要什么样的众生面前说法呢 有信心者可以跟他说法 真正信心是一切佛法之门 很重要的 然后佛陀告诉阿语多说 我今天前往十方世界 随顺众生说法 利益这些众生 但是对个别的 他就不会说法 什么样都不会说法呢 不为是非菩萨而作菩萨相子 本来佛陀在十方世界当中都可以说法 但是个别人不能给他说法 什么样呢 本来不是菩萨的 加光菩萨 我是菩萨 菩萨 我是什么了不起的 这些佛也不能说法 我们也不能说法 尤其是学院当中 一般来讲是没有的 但是经常说 我昨晚上怎么做梦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首先神通什么 真的 神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说神通的人最好是个般里面 不要给他说法了 佛陀都不会 佛陀对十方众生的说法 但是非菩萨 说菩萨就不能说法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种 不为什么呢 什么毒恶 气狂 还有稍微的人不能说法 特别野蛮的 那种我们说的是凶狠 霸道 怎么说 特别粗糙的 就这种人不能说法 还有经常欺骗别人的人 还有骷髅寡闻的 特别愚笨的人 所有的理解 犯理解 他不好好正面理解的 那样的 特别愚笨的 骷髅寡闻的 这些人吧 刚才前面说妄语的非菩萨的 假装菩萨都不能说 然后后面那样的 假装经常欺骗别人的 经常特别愚笨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呢 因为这是在佛陀的法当中 这二种人不能说法 这二种人是什么呢 这二种人经常是这样说的 是菩萨应学 是不应学 他们经常在众生面前胡说八道 说这个是菩萨应该学的 这个是菩萨不应该学的 但其实他自己都应该不懂的 这个是有点难 因为这些人 一个是刚才自己假装菩萨 还有这些罢罕的 欺骗别人的 还有骷髅寡闻的 这些人 这个是菩萨应该学的 这个是不应该学的 就自己自我助长 说各种胡言乱语的 那么这些这样做的话 实际上他就帮了佛法身三宝 因为他的这种行为 其实我们说法有时候是比较难的 这些是一般来讲 说法则是经常容易犯的 我们自己可能认为是自己说的对的 但实际上也许可能有时候是犯了错误的 那么这些人是绑了三宝 绑了三宝的话 人身坏以后 民众堕入在地狱当中 在地狱当中很多百千戒当中 是不能得到解脱的 假设说最终获得解脱 他就转生到贫穷的家里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 可能会得到佛的受戒 但即便是得到受戒的话 这种成佛在无浊恶事的时候成正当局 释迦牟尼佛说 我也是以前犯过错误 下面会有公案的 下一个礼拜有这个公案的 他怎么因地的时候犯了错误 后来在无浊恶事的时候 佛陀有时候是发愿无浊恶事的 那么今天佛陀说 我犯了错误 所以无浊恶事的时候成道 如果在生死无浊恶事当中成道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致因缘 所以这个因缘 你们应该地听 应该相信 应该相信 如果我们依靠恶友 依靠恶知识 依靠恶劣的环境 可能会经常帮法 帮生 帮佛 这样的原因很难获得解脱 即便是得到解脱 到时候成佛的这种环境也不是那么清净 也是有这样的 所以这种因缘你们应该好好地听 应该要知道 应该好好地相信 其实这些都是随随恶友的这种行为而导致的 因为依靠恶友 将来自己的成佛都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有拖延的 也有一些不妙的现象 所以我们应该不能诽谤证法 而且诽谤证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好好地去研究一下 我们以前所谓的诽谤证法 凡是诽谤证法的极乐愿文当中也讲得比较多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的这个道理 跟佛经里面所讲的有些 也可能有些地方是不同的 这样的话 我们以前《菩提道次第论》当中 还有很多的 包括有些《现观众案论》的著述当中 经常引用《放光中止经》 但是这些翻译的时候 有些没有说是《放光中止经》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曲面方法 但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法护翻译的话它不叫《放光中止经》 但是那个更古 我想是可能水草和汤草 还是接近现在嘛 现在还算是好一点的 以前的那些 俱姆罗上还算是好一点的 其他的好多仪式 他们所翻译出来的 确实是比较难懂 如果是我们法护的一本上 根本没办法 昨天有一些看部给我给了一本 网上好像有 但是网上看的话 有些眼睛比较痛 我没有怎么看 然后有了书 我就对比了一下 对比的话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不过情节大的内容 都是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但还是有一些 我想一方面 可能是当时一座的风格 也有一定的差别 还有另一方面 这个译者还是比较了不起的 他本来是个印度人 让印度人写成这样的汉语的话 也算是不错的 对吧 这个文笔也不错 我们应该赞叹 昨天叫什么什么了 什么什么了 这个不是很出名的 不出名的话都是经常说错 我都经常叫几大所 所以我们罗塞尔的名字叫做 皮尼多牛执 今天讲到这里 这些译者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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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译者说错了 这些译者说错了 最后译者说错了 这些译者说错了 好痛啊 这是目的